产州低薪 從11月30號開始 薪資不到4萬要寫清楚範圍 不能再寫薪資免疫 不然就要罰6萬元到30萬元 你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內容嗎 那如果你會覺得說 這個薪資不符合你的要求的話 就不用浪費資方跟勞方的時間 對新鮮人來說應該是OK 因為那個免疫的範圍通常都太廣泛了 2萬9還是2萬8還是2萬7 然後要不要再扣一些老健保呢 消息一出民眾紛紛叫好也有人猜測 未來會有公司薪資範圍寫22到39K來鑽漏洞 但更明確的範圍已經讓求職者 可以篩選掉許多不適合的工作 打開偵才網站 29號已經有許多公司放上明確的薪資範圍 美術老師薪資2萬5到4萬 火鍋店服務生3萬1到5萬5 臨床心理師3萬8到4萬4 工程師3萬到4萬5 薪水都公開透明 如果沒有在限定的Range 基本上面疫的時候 就是吃方可能會給很大的壓力 就是已經確定已經有一個限定的 可能在幾萬塊1萬塊上下之類的Range 我才會去考慮去應徵那份工作 我是高中路社會 所以我就說 就是一公司的規定 最低薪資這樣 通常都這樣 現在新法上路 讓小氣的灌老闆們無所遁心 東森財經新聞 與許多伯充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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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